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哥说漫画 上期说到,小胜为了寻找答案独自上路 他先来到与母亲生活的房子 回忆及某天放学回家看见倒在地上的母亲 葬礼除了小胜一个人都没有 接着一名律师把小胜接去父亲家 不知为何,小胜怎样都想不起父亲的样子 而碍于私生子的身份 在这个家只会遭人嫌弃 这里只有爷爷才和真儿温柔地对待他 而他也记得爷爷死前的教诲 如果遇到什么奇怪的事 就带着那个箱子逃跑 自从父亲因事故去世 自己就一直被谋杀未遂 直到遇到明海与白银 接着小胜来到上次那个父亲所有的机关宅邸 突然出现了一个管理人 虽然这里已经烧了个金光 毕竟老爷已经预知了工资便留了下来 管理人在听到小胜的名字后震惊不已 来到小房子,管理人拿出一个保险箱 是小胜的父亲在30年前拜托他的 说有一天小胜会来到这里 托夫他把这串钥匙交给小胜 小胜感到不寒而栗 今天他只是碰巧来到这个地方 父亲是怎么知道的 保险箱里还附上一封信 内容是貌似记忆的传输 发生了某种错误 让小胜拿着此记号的钥匙去那个房间 那是一个地下室 小胜战战兢兢地打开 里面的灯与唱机自动运作起来 喇叭播放出父亲的声音 大医师为了以防观一 他准备了这个房间 从脑细胞外层第一层开始 大脑扫描以及传输作业 不能确定错误发生在哪一步 不过小胜脑中有着另一个人 大脑的所有信息都转换成电子脉冲 传输到其他大脑去 所以父亲才会尝试唤醒小胜 不对是唤醒他自己 父亲并不是把财产都交给小胜 而是交给他自己 父亲才赫正义变成了才赫胜 这一切都是为了某个目的而准备的 小胜惊讶地发现 房间里的所有物品 都与他现在的身形吻合 录音让他坐上椅子 透过仪器完成精神传输 这样一来身为父亲的小胜便完成了 而且父亲也准备了现实傀儡 可比才赫家研发的要好使得多了 小胜不敢自信地离开 这时两位黑鹤村的傀儡师找上他 称小胜是财贺正义 还说以大恩人正二大人之名要取他的命 小胜躲进刚刚的房间 情急之下 想用钥匙打开箱子 不过却打不开 这时有一个声音让正义大人 把手指伸进旁边的孔穴 小胜照做了 释放出一个坚硬的傀儡挡下了攻击 不过傀儡很沉 小胜必须使劲用力 接着紧用一拳就把敌方打倒了 原来刚刚那个声音来自一个叫 葛丽芬的机器 由正义所制造 以被当某些问题传输事物 无法回忆起一切时 他负责支援 接着又来了另一个傀儡师 葛丽芬让小胜拿出幽灵船长傀儡 虽然轻飘飘的不好控制 不过在葛丽芬指导下 还是成功把对方击败了 敌方只好先撤退 小胜有很多疑问想问那两个人 葛丽芬让小胜使用最后一个南瓜傀儡 结果就飞起来了 画面来到一栋宅子 正乌距离上一次苏醒已经9个月了 因为有恩与黑鹤一族 他们必定对正乌鞠躬尽瘁 原来是管理员通知他们小胜的下落 他们已经派人去抓小胜 当然他们认为小胜是正义 正乌不敢置信 正义竟然撑过了那场战斗 并且懊悔没能为小胜做什么 正乌拜托长老把正义带来 此时小胜重追不舍 而黑鹤傀儡师释放出网子 把小胜拿下 画面来到一个梦境 小胜坐在爷爷的肩膀上一起放风筝 接着爷爷因为在山里漫步而遇难 小胜难过极了 惊醒的小胜 眼前出现没有下半身的爷爷 爷爷训斥眼前的小胜 说他是欺骗自己的正义 还问小胜找到柔实了吗 小胜根本就不知道 爷爷让小胜喝下荣有自己记忆的血 告诉他柔实的下落 以及自己的经历 必须让正义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 在杀的他 接着小胜就看到爷爷的记忆 年轻的真二身手不凡 师父想把女儿许配给他 让他继承到场 不过真二却对儿女私情不感兴趣 而此时有人来找大夫 真二抓到机会 结果开溜了 原来除了学习建树 真二也是大夫 医术是小时候跟白银学的 白银是受人尊重 医术了得的大夫 还向真二展示的这个大千世界 他们也一起制造丑角 那是白银沉浸的梦想 接着真二来到了一个风流场所 病人是老顾客了 真二写了一贴药单 让病人的下人去买 这时来了一个相貌非凡的意迹 原也大夫 他看了一眼妖丹 毫不留情地点出问题 让真二很是尴尬 老顾客也急忙道歉 并且讲述原也的来历 他叫安杰丽娜 一年前救了救病复发的自己 接着他主动提出想当一己 安杰丽娜在几年前 被母亲路西尔赶出家门 并且叫他带着生命之水 找个人让他喝下 找个能够陪伴他度过永恒时光的男人 从那天起他失去了人生方向 白银被离了破坏自动傀儡的目的 又该如何活下去 真二不小心开错了门 又与安杰丽娜相遇 安杰丽娜虽然脸上笑着 其实内心渴望谁来救救她 她问真二 如果你长生不死 你会做什么 真二回答 恋爱 永远地爱上那么唯一一名女子 这个答案震惊了安杰丽娜 突然着火了 有个武士放火强行殉情 真二赶去救人 不过随地拿起的刀鞘不是武士的对手 安杰丽娜操控仇角 攻击武士 真二不解 为何安杰丽娜会有白银老师的傀儡 此刻白银荣与安杰丽娜血中的记忆苏醒 不过眼下得先逃出猛烈的火海 真二让安杰丽娜不要放弃 肯定有前进的道路 她明白这个男人和至今为止 所遇到的男人有所不同 安杰丽娜决定由自己来穿越火海开路 因为她是不会死的 虽然很可惜 真二则会把她视作怪物 不过她绝不想真二死 就这样衣服都烧毁了 龙妆也融了 露出最纯真的安杰丽娜 也救了真二 她朝真二微笑逃跑了 安杰丽娜躲到海边的洞穴 爱到还没开始就结束的爱情 突然真二出现了 她害怕安杰丽娜着凉 还说愿意听安杰丽娜的故事 陪她哭陪她笑 安杰丽娜整个泪崩 也终于向真二敞开心扉 告诉她自己的身世 也准备好会被视为怪物 而又被抛弃 真二听完对她分析 其实母亲是爱着她才会这样 让不死之生的女儿逃走 这样的母亲能为她做的 只有为她创造一名 伴她度过漫长岁的伴侣了 而真二也毫不犹豫地喝下了生命之水 其实她对安杰丽娜也是一见钟情 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记得留守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